对吧 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刚刚咱们讲解的这个威士忌这个协议啊 咱们通俗的讲啊 该怎么去理解这个威士忌协议呢 最甜我给你打个比方 我想让老王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就去了老王家 我说老王你能不能给我点东西 我想用一用 我想拿一走 注意了 我去他家拿东西 请问我是向你去调他去哪个东西走吧 我去你家去拿个东西 目的是要走 但是呢 我觉得我拿的东西太大 拿不了 我说要不这样吧 老王反正你也有车 你要不先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家里 送一趟 你回来的时候 我再给你拜拜 我在拿的这个东西 我再走 请问行不行 不行 是 看啊 我先去你家 目的是要拿东西 但是东西太多 怎么的呢 你先 你先去我家送一趟 回来的时候呢 你 咱们再继续走 然后你再告诉我 这个新的东西又是什么 我再拿这个东西走 请问是不是向你拿到两次了吧 我拿走了一次 你给我送到家里边一次 那么这两次只要合在一起 那不就是hider和body吗 最终 看这个地方 我再给大家想想这个图 这个图以理解为主 这个图最终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外部服务器里边 这个函数 它早就写好了 但是它并没有写好body和hider 这个这两个东西是缺少的 那浏览器 还要请求 最核心的浏览器 想要看这个页面 不就是hider和body 来决定的这个页面 长得什么样子吗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就去调它 小伙子 我去调你的application 他说行 尽敢调 但是呢 咱也不能 是要空手去调呀 所以是怎么的呢 我给他传了个字典 你先别管这个字典是什么 你只要认为 这个地方一个字典就行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传了个函数的引用 是哪一个函数的引用呢 这个引用 请问 是否也就意味着 现在的变量 FUNC下方线P 是不是指向这个函数啊 我只要在这个函数里边 写上FUNC下方线P括号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掉它 那就掉用啊 掉的过程 它就过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 写了一下什么东西呢 写了一下hider的东西过去 那么请问 是否这里边 是不是就收到了hider 收到了hider 毕竟是这个函数里边 收到了hider 它可以存起来呀 对吧 它可以存起来 你管它怎么存 反正都存起来 当它存起来的时候 接下来做一些东西 做完了 请问 是否就意味着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呀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请问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执行代码 是不是还要怎么执行代码呀 既application里边 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第一个 掉用这个函数 第二个 执行别的东西 当所有的都执行完了之后 接下来return body 你return的是什么 这里边不就相当于 去掉这个函数 得到的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此时 它的hider和body 就全部都得到了 那把它的hider和body 全部都得到之后 服务器还得做一件事情 把那会儿 你掉用这个函数的手 传过来的hider 和我这会儿 掉用你得到的 这个返回资body 把它俩加起来 当然中间用空格隔开 空行隔开 那么请问接下来 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是不是就显示了 其实这就是这个过程 这就是Visget 那么Visget就是一种协议 就是一种约定 它来干这个事情呢 实现了服务器和框架之间的捷舞 听懂我意思了吗 服务器直接咱们从网上当最牛叉的 indict 或者是indict里面其他的一些 什么UVisget的服务器都可以 框架是不是咱们可以自己写 是不是也可以 咱们去用张稿以及Flask 听懂他们之间在哪个位置了吗 张稿和Flask其实在这 indict在这 让你的indict的这些服务器去掉张稿 听懂我意思了吗 他才做了一件事情 所有的逻辑过程都放在这里处理 他只负责 请求转发 数据合并 回过去 对不对 他只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Visget 好了 Visget基本 过程就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们 接下来我再带咱们打击了 咱们去试验一下 这个东西的道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想要去试验一个真正的Visget 这样符合Visget这个规定的 首先他们们 咱们得先说一下Visget规定的这里边 它是怎么去掉的 咱们刚刚不是说了 Return的东西当着Body 你这个地方的这个变量叫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变量就指向那个函数吧 那我就传呗 我掉那个函数的时候 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去掉 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去掉 咱们写这种什么东西 是不是咱们就把这个头什么拿回去吧 返回头的方式是 写上200OK 写上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边有N个元组组成 每一个元组里边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咱们将来Response里边的那个冒号前面的东西 第二部分是后面的值 好的 我简单看着 右击 检查员 这个浏览器不行 这个浏览器不行 那就换一个浏览器 换一个叫谷歌 来 右击 检查 还是百度 3w.bidu.com 走 打开Network 好现在上不了我 我连一下网 好了 都 打开啊 咱们随便点个第一个 点个第一个 点一下它 这个地方 这是request的是请求 这是不是Response吧 点开 这是查课原来的东西 大家看 是不是在它前面什么有setcookie setcookie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叫做contenttype 后面是不是一托纸啊 那么对应于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地方 大家看 contenttype是不是一托纸啊 这个原主 就表示一行信息 就是将来对应的返回来的一行信息 它是怎么返回的呢 这个地方返回一个列表 请问意味着 是不是这里边是不是可以有多个这样的原主吧 这个 表示冒号前面了 这个 表示冒号后边了 这个200ok表示将来的状态嘛 听得清楚了吧 那么 你不是给它传一个函数吗 它接下来掉的时候 它是传这条东西 沿问这一通吧 咱们把这坨呀 拷贝一下的 咱们把这坨拷贝一下的 把这个呢 咱们就关闭 把这个咱们就关闭 干准什么事情了 当前这个版本就不合适了 把它拖下来 把它关闭 接下来咱们再附几个版本 信版本出来啊 好了 copy 上一层录镜 copy04 然后接下来干什么呢 05 然后 实现 就是让 web服务器支持 wsgi协议 好了 杠R 少了个空格 对 cd到05 好了 清一下屏幕啊 那么 那么这个已经有了 我就感觉什么事情呢 还是一样了 打个sup 因为咱们要看得清楚这个过程啊 看得清楚这个过程 让咱们的服务器支持这个功能啊 把它呢 选中 从项目里边把它删除 接下来呢 把它拖在这 点开 这个是不是咱们的刚刚写的那个服务器了吧 这个是咱们刚写的那个服务器 让它支持wisgi 那咱应该怎么做呢 把这个啊 这个在这边显示 这个在这边显示 看到第一点 咱们要先要把这里边所有的东西 通吧 这边的讲啊 怎么着呢 干掉不要了 又接 粘贴我刚刚复制过来的东西 说这个就有了吧 但是呢 这个里边呢 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地方啊 需要一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这里边有调用碳目 请问 我是不是需要把那个碳目块导入啊 如果你这里边没有那个东西 请问是在现在就可以了吧 好了 最最最最基本的框架 你至少都有这个函数 调这个函数的时候 请问 意味着调的谁了 我现在选中这个函数 意味着调的谁了 是不是相当于调用这边的某个函数了吧 你不管怎么说 你想要执行 我肯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去调你 也太值钱了吧 好 那么那么在这个地方 请问 此时 mini frame 现在调用的application 其外 是否意味着调的就是他了吧 那调他的时候 按了咱们的要求 按了VC的协议 第一个调数传什么 我把这头删掉 是不是第一个传的点 第二个是不是传函数吧 来咱传个的点 传个什么的点好了 因为我只是假如说 因为一个空的点 可以吧 你又没说必须有什么 我就传个空的点 反正就是的点了吧 第二个 是不是传一个函数的引用啊 咱上哪去找函数的同胞 拐他三七二十一的呢 先应付应付 他再说 set response header 首先 它是实力方法 这是必须的 请问 当我这个地方写上之后 我这个地方假如说 写上个path 请不请不请 当然没什么问题 我就爱写path 你管得着吗 我就写个path同胞 是否也意味着追看 我这个地方的函数名 叫set response header 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得写这个东西啊 追看 我此时此刻 去这个地方 就是吊你 我去吊他的时候 env是一个字点 给了这个 虽然是空的 也不关心 我把这个东西给了你 是否意味着 我把这个函数的引用给了你啊 请问 他是否就意味着指向了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的start response 一个参数 两个参数 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 后边是不是列表 是不是两个 那么咱们这个地方里怎么着 两个 他传过来的参数 一定是两个 第一个是状态码 第二个是列表 列表里边有多个hider头 这个地方有两个 第一个 什么呢 status 就是hider status 就叫status 然后还有个东西 叫hiders 传过来不是列表吗 所以说我就起了hiders 好的吗 这个地方 他实际上是掉了这个名字 没错吧 我管他掉谁呢 你只要你传了参数传两个 我应付应付你 我写两个行参 请问这师姐了吧 我这里边啥也不敢 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啥也不敢 就怎么样 分吧 随着这个函数调用的结束 是否意味着这个函数就要结束了吧 这个函数结束之后 我这个地方的return了 hello world 反了哪去 是不是反到body来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 我此时的response 等于hider加body body 真正的是 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hider又是谁 是他反过来的那个hider吗 我此时的hider 是不是我刚刚在前面定义的 这个东西了吧 你看得清楚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没发现 其实咱已经支持了 VC的协议了 这么多 其实就是支持的 就是你定一个函数 你甭管里边写什么 反正就是支持了 穿一个字点 穿一个这个东西 听了清楚了吧 先试验一下 python3 web 都请 打开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区别吗 只要是点py的 是不是都可以吧 它为什么挂了呢 看一下 他说set response hider is not defined 为什么出了这么个错 把我解一下 他说了叫这个set response hider is not defined 是多少号呢 咱们再看一下 他说的是第74号 74号 他说这个没有 前面是不是手写了个self 切记啊 如果是还如的话 直接写 但是如果是个方法的话 是不是就写这个东西啊 想self啊 来 再动 接下来 再去刷 不管你请求的是什么点py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功了这个事情了吧 当然你发现一个特点 其实此事呢 咱们相当于还是走了个捷径 因为咱们只用了他返回的body 是不是并没有用他的hider吧 真正的维持这协议 是不是人家既然返回了body 是不是咱得用的 咱得既然人家给咱了hider 是不是咱得用的hider吧 请问咱们想要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把hider换成人家给咱的那个 而不是直接写咱们自己的吧 那么很尴尬了 怎么做呢 我在这个函数钓游完之后 请问是否意味着我有了body 是否也就意味着我有了hider hider在哪呀 是不是hider在这个函数里边 如果我钓游的时候传了个200ok 传了个列表再进来 你啥也没干 是否意味着传过来的东西立马就没了呀 对不对 随着这个函数的结束局部变了 不就没了吗 没了 我在这个地方想用 你也用不了 怎么办 你掉的时候 你去掉他的时候 你不是传了个status 传了个hider吗 我把它存起来 我接下来等着你去执行完的时候 我接下来从这个存的里边 直里边把它取出来 请问这事是不是就解了吗 那么我在一个函数里边 想要取这个函数里边的值怎么做呀 是不是就是实例属性了吧 对 来 self.status 等于status st 这个地方是个a 好了 我找一个属性 我存起来 那么我self.hiders hiders 等于hiders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你传过来的这个 我存到这里的去 你传过来的这个列表 我存到这个属性里边去 可以吧 随着这个函数调用完之后 请问接下来咱们这个hider加body 不能直接这么写了 是不是应该hider再复杂一点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把这个东西拿走了 别写在前面了 咱们写在后面吧 写在后面吧 同学们 我为什么写在后面 因为只有当你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请问是否意味着你这个地方才可以得到了 接下来这里边传过来的那个400 或者是200 是不是还能得到这个值啊 因此我得放到后面 把它抹掉 空格 s 写什么呢 self.hiders 请问你传过来的是这个字母串 你扔到这个里面去了 随着这个函数结束之后 我从这个函数里边 从这个数据里边把它取出来 请问 这个是不是就是200 OK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 人家传过来还有什么 大家看一下 人家传过来的是一个列表 这个应该当做咱们hider里边的 冒号前面的 这个是不是应该当做冒号后面的吧 请问 它既然传过来的是一个列表 是不是已经在这了 那么我接下来就放循环呗 for for time inself.hiders 请问 这个此时 是不是就是这个列表 那么我每次循环的时候 是不是取出来 就是里边的一个原作 又因为一个原作 里边有两个值 一个是冒号前面的 是不是一个是冒号后面的吧 怎么 怎么做呀 把这个复制一份 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冒号百分s 冒号百分s 冒号前面有一坨 什么冒号后面有一坨 请问百分号后面写什么 tip 0 是不是前面了 然后tip 1 请问 是不是后边 原作的后边那个值 到现在为止 你传过来的列表里边有几个原作 我这个地方就组织这样几个头 你什么时候便利完了 我什么时候hider就结束了 你说这个道理吧 接下来我再加上一个空行 请问此时hider是不是真正的搞定了 hider搞定了之后 我接下来干什么 我接下来加上这个刚刚返回值这个包的 请问 response等于hider加包的 是不是就结束了吧 我在incode的编码一下 发给浏览器 浏览器不就显示了吗 试一下 试一下啊 也不确定 试一下 走 刷新 走 刷新 来来来来来 是不是已经又显示了这个页面了吧 已经显示页面 咱看端口 别选拖了 七八九零就他 好端门 我回到这了 回到这了 那么我能不能 这个地方 我得给他改改 如果我这个地方给他改成一个动态了 或者说这个地方 我得给他改成其他的数据 是不是将了这个地方返回的数据 是不是也会再变化了吧 基本上 端门到现在为止 我当前这个程序 给大家写的是什么呢 让咱们的web服务器 就是让咱们自己形成的 给这笔服务器 实现了威斯基协议的支持 这么说理解了吧 那么 最后总结一下吧 我给大家强调一下流程 浏览器请求过来的时候 这个 静态资源 大家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接下来只要是动态资源 咱就过来 我干净什么事呢 这个mini frame 不是这个框架的名字吗 那么我就调这个框架里面 application 请问我接下来是不是去调它呀 我就调它的时候 传了个空的点过去 传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引用过去 那么这个是个空的点 在这里边 咱们此时没有用 咱们过去就有用 那么这个 是不是此时是不是去指向了这个函数 那指向了这个函数 这个 我去调它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hider的这个包点 它通过调这个函数 给咱们回了一个hider 放在这里边 然后 当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它通过返回值 是不是往这个地方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包点 是不是放在这了吧 好了 这个函数里面团的是hider 这个返回值里面团的包点 我接下来这一坨代码 想方设法 把hider和包点合在一起 接下来返回给浏览器 请问这个是不是解了 威士忌协议就成功的支持了 能理解我理解了吗 这就是威士忌 就让它的服务器呢 支持了威士忌协议 好了 这就是它 大家们三分钟 理解一下 我刚刚写的程序开始